大家好 我是KPITO KPITO 比特幣因自然上漲所產生的上漲趨勢線 在短期內已經被踩了很多次了 你看 這裡是不是一次 然後呢 這裡 第二次 第三次 那通常這種上升趨勢線 踩到第四次的時候 有很大概率是會往下跌破的 那如果我們把這條短期的上漲趨勢線給跌破的話 也絕對可以意味著我們自動上漲的這個階段已經結束了 那如果我們往下跌破的話呢 我非常有可能去介入一張空單 可以拿到 這個 考慮拿到這種地方 就比如說 4500啦 或 44500左右的地方 因為那個地方有4小時級別的非常強勁的阻力 好 那我們再回到日線級別 你可以看到 這條白色的上升趨勢線一定有非常多人關注 然後呢 我們再切換到小周期 你看 這個地方 我們有明確回踩 也就是我們已經把原本的上升趨勢線 從支撐變成阻力了 那如果說 我們接下來再往上的話 這條趨勢線它很有可能 它就沒有辦法扮演這麼重要的阻力角色 那我們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再回來測試到53500 但是啊 就算我們可以回測到這個地方 我都還先不考慮做多 我只關注做空的機會 如果說我們到53500到55000的話 我非常有可能去佈局空單 當然我也要從觀察它上漲的質地來看 如果說它上漲是縮量的話 那佈局空單絕對是沒什麼問題的 我也一定會這麼做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其實你也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它的走勢是絕對比比特幣要強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同樣都形成了上漲趨勢線 但是呢 以太坊它的斜率更大 你不覺得嗎 以太坊它上漲的斜率更大 而且這條趨勢線啊 它已經也踩了很多次了 1234 也有踩了四次左右 那我們在這裡 我之前有講過非常多次嘛 這其實已經出現了一個看跌的加特地形態 那這個加特地形態呢 現在還絕對沒有失效喔 根據教科書上所說啊 這種形態它的止损位就直接放在這裡就好了 那很明顯現在是還沒有達到的 而且呢 如果你從4小時級別來看 你也可以發現喔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很重要的支撐阻力換手位 是吧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跌破這個上升線型的話 也會是一個介入空單很好的機會 當然 我們要做多的話 可以優先考慮做多以太坊 那如果要做空的話 可以優先考慮做多比特幣喔 好 等一下 我們再回到比特幣一下 其實在這裡啊 你可以說它已經形成了一個 不是很標準的頭肩 為什麼不是很標準呢 因為如果是標準的頭肩形態的話 右肩跟左肩的高度要是差不多的 但是 欸 在這個頭肩頂形態 它是沒有出現這種模式喔 你看 在這裡 如果說 它左肩跟右肩的高度一樣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頭肩頂 但是 欸 如果跌破的話 我絕對會考慮做空喔 然後呢 其實當我們在做空的時候啊 收益最好的絕對不是去空比特幣 通常在下跌的時候 山寨幣它總是跌得最狠的 那如果說 要做空的話 我有可能去考慮FTT喔 為什麼呢 你們看 先切換到日線級別的圖表 你可以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它現在 正在被日線級別的阻力給壓制 你看 在 上面這條藍色的線 大概在44左右 它是很明顯的支撐阻力換首位 你看這裡是什麼 阻力嘛 然後呢 支撐嘛 然後在這裡是什麼 是支撐 它原本是支撐喔 但是你看 我們把它放大一點 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已經把原本的支撐變成阻力了 那在這個時候 就有點像什麼 它上不去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要做空的話 確實也可以考慮它喔 止盈止损真的非常好設置 它如果可以再突破44的話 有效突破44 那我們就止损嘛 在這裡 如果突破的話就止损 但是往下呢 欸 它是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運行的 那為什麼我會認為這個標的它是 值得去關注做空機會的 因為它在前期啊 它上漲的時候在這裡 它是沒有經過密集換首的 那 如果沒有經過密集換首 它往下疊就會疊得比較順暢 像這裡有經過密集的換首 它往下疊就不會像我們想要的那樣疊得這麼迅速 而且如果我們觀察VPVR 你可以發現啊 我們在這裡有累積很大量的籌碼堆積 所以它下疊就不會這麼的順滑 但是你看在這裡 它是沒有籌碼堆積的 所以當價格下跌到這裡的時候 這一段它就會跌得比較順暢 這是我的小小思路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比特幣優勢指數好了 其實現在啊 比特幣優勢指數已經跌得非常不像樣了 也就是比特幣再跌 那比特幣優勢指數它一樣在下跌 這表示比特幣它是跌的比其他幣種還要更多的 你可以去想想看喔 我們在前一陣子 519前 是不是比特幣跌得很瘋狂 然後呢 山寨幣漲得很瘋狂 後來就怎麼樣 比特幣它要重奪優勢指數嘛 所以 欸 它就迎來了這一波上漲 那這一波上漲 它是通過什麼方式來完成的呢 是通過下跌喔 不是通過上漲 今天的短暫更新就到如此了 掰掰